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承认自己老了 放弃竞选参议员 咱们都知道 菲律宾国内杜特尔特家族和小马克思家族 已经彻底闹翻 双方分道扬镳了 小马克思利用自己的影响力 是疯狂打压杜特尔特家族 而杜特尔特家族也在酝酿反击 比如竞选参议员 借助参议院的影响力来对抗小马克思 当然作为杜特尔特家族的基本盘 达沃市也不容有失 所以可能的情况就有两种 其一 老杜的二儿子现任达沃市长继续守家 老杜去竞选参议员 其二 老杜守家让老杜 儿子去竞选参议员 当然考虑到老杜的两个儿子在菲律宾政坛都不怎么出彩 反而麻烦缠身 因此第一种情况比较合适 六月份的时候老杜的女儿沙拉也说过老杜计划在2025年竞选参议员 这样看起来老杜家族似乎选了第一条路 然而就在前两天形势变了五号老杜站出来访认了他说自己都这把年纪已经干不动了现在无意重返政坛就算真要再次参选也是竞选达沃市市长而不是参议员到时候他二儿子也会竞选副市长和他打当 另外沙拉也表示自己打算重返达沃市 换句话说老杜家族选了第二条路 而且还准备进一步收缩家族力量 这无疑是在向小马克思传递出服软的信号 老杜承认自己老了还说要收缩力量安心经营大板营 眼下之一就是对小马克思没有威胁了 老杜为什么要这么做 其实这和他们家族目前的处境有关 一来老杜本身面临着国际刑事法院的调查 小马克思明说了不会阻拦 甚至搞不好还在暗中提供帮助 这就意味着杜托的可能随时会被司法追责 二来老杜家族和小马克思家族决裂后 沙拉已经离开了那个手上没有任何实权了 同时小马克思还在利用机密资金的问题 向沙拉发难准备安排人弹劾他 说白了在这场政治斗争中 老杜家族已经处于全面劣势的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 老杜做出妥协也就不意外了 而且说实话 老杜年纪确实大了 家族二代又撑不起局面 为以后做打算 老杜也有给第三代让位的意思 一年前老杜的孙子奥马尔担任了达沃市的一个地方委员会主席 前不久 老杜的另一个孙子罗德里格也宣布明年要竞争达沃市议员的位置 说到底 菲律宾政坛还是充斥着浓厚的地方门发色彩 只要老杜家族服软 小马克思也不敢赶尽杀绝 而老杜家族目前的处境确实非常不妙 可能是想暂时蛰伏 等待时机 东山再起 但对中国来说 这就意味着咱们在菲律宾失去了一个最大的抓手 今后菲律宾或许会更加疯狂的挑衅 咱们必须要警惕 正所谓 杜时金时暂退身 马克全胜义难逊 中非交亡须多景 莫时南阳起乱尘 好 这期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天下观众我们下期再见